港股价期后继续协升,恒生指数高见28883点,直迫29000点关口,市场评论及情绪似乎已被声势所牵引,一面倒地乐观,然而,实际情况仍存在着很多不确定,加上在短期的重大阻力位前,新房大使又会出现获利回套。 根据以往经验,每逢农历新年前,中资股皆会出现套现压力,而更大的不明朗,应该聚焦在中美贸易协议身上。 虽然市场风向不断强调很快会有协议签署,但至今在内容方面仍是神神秘秘,中美双方并没有就某一条款的内容。 公开作出一致的说法,若以日子而论,本周大使将事先高后低格局,小心星期三,四会出现大逆转,若配合技术走势,恒生指数升至28800点水平无功而还。 在29000关口前,获利盘的回套压力颇大,不能忽视,本周股市走势预测,周一天干熟土地之熟金。 土生金之局,走势反复,做顶之势,周二天干熟土地之熟金。 土生金之局,走势反复上落格局,周三天干熟土地之熟土,土生金之局,仍是反复,下五偏淡,周四天干熟土地之熟水。 金生水之局,小心大使急速回套,周五天干地之熟水。 泉水之局,大使出现急跌。